你國民黨看起來跟你之前的豬隊友們 把不正常當正常話 那這種情況最嚴重是什麼呢 你發現不是只有隊友們身上 連隊長都出狀況 隊長出狀況是誰 是韓國瑜自己也出這狀況 不是只有發生在吳敦義 也不是只有發生在邱毅身上 是什麼情況呢 你看到韓國瑜竟然出來講什麼 出來罵陳其邁 罵之前跟他在高雄市長角逐的陳其邁 他罵陳其邁什麼呢 罵說陳其邁跟民進黨 選前開空投支票大撒幣 然後選後呢 當作都不知道 然後選後都沒有實現 那很多朋友就會問啊 什麼叫做選前開空投支票 然後選後都不認帳 這句話講完之後 網友就質疑說 選上市長的人是誰啊 選上市長的人不是韓國瑜嗎 現在市長不是你韓國瑜嗎 韓國瑜竟然去攻擊 他落選的對手說 選前開支票選後不認帳 你這是不是搞錯狀況了 而且他自己的支票兌現了嗎 對 這就是問題 就大家質疑說 你自己是選上市長的人 那你的F1賽車呢 你的鄧子齊呢 你的摩天輪呢 還有你的迪士尼呢 當你這些自己講的都沒有做到的時候 你去質疑一個落選的人 去說他你之前跟高雄市 是開的那些支票要捷運要什麼的 為什麼你現在沒有做到 其實陳其邁現在的角色叫行政院副院長 他現在負責的是中央的事務 那你竟然叫行政院副院長 現在跟著你高雄市市長 現在在一起和 所以你是故意把概念和在一起 然後想藉此去攻擊對方 但問題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不合邏輯嘛 所以你會發現連主帥隊長自己都怎麼樣 掉到一個邏輯錯亂的情境裡面 所以他完全就在解釋一件事情 國民黨現在陷入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把不正常當正常 然後陷入政治弱智化的情況 那麼這個政治弱智化 就好像病毒一樣 就一個接一個蔓延 蔓延開之後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看起來最正常的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朱立倫 所以對於這個所謂的 歲月雜母這件事情 只有朱立倫會講說 這好像不是我的工作 然後他也覺得講這個話不妥 然後朱立倫裡面最無奈其實是這句話 就他好像說善後不是我的工作 因為大家本來認為善後是誰的工作 是張善政的工作嘛 所以那個說很多人說他叫張善後嘛 但問題出在當張善政不在善後 也跟著在放火的時候 現在沒有善後的人 也沒有去收拾的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朱立倫現在作為一個要去幫忙去做 黨跟競選總部整合的角色 他就變得很尷尬嘛 因為當他想要去善後的時候 想要去收拾的時候 大家現在搶著放火 所以現在國民黨在滅火的人是誰 現在搞不好只有博弈在幫他滅火 其他我們我看到國民黨幾乎 大家輪流在爭先放火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想想看一場選舉打到現在 你發現他們現在只有什麼呢 好像都是按照潘恒旭之前的法則 叫做不管正聲量負聲量 有聲量就是好聲量 但問題是這種很明顯挑戰大家正常 政治智商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這場選舉要什麼選啊 然後過去韓國 還可以因為吳敦毅講不足足的大母豬 要求吳敦毅這件事要道歉 對現在竟然你格局更高 你要選總統的時候 你竟然講說黨主席 不是你們管得到的 而且還說尊重主席 這種言論你還要尊重嗎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解釋啊 王儼秋為什麼講這個話 他現在言下之意 第一個要嘛 就是我們不要得罪吳敦毅 現在大選在即 要嘛第二個 現在黨中央跟競選總部兩邊 各走各路嘛